两名还在念书的中国大陆级高中生 礼拜六晚上从香港来到台湾 手持的是卫造的中华民国护照以及身份证 想要转机偷渡到关岛打工 但是因为两个人行机可疑遭到了移民署查获 而在礼拜天被遣返回了香港 照片中这两个中国级的青少年 企图偷渡关岛却被拦了下来 我们发现了两位来自大陆未成年的一对男女 那经我们仔细盘查了以后 我们发现他的中华民国护照是变照 两名刚满16岁的中国级青少年 手持卫造的护照打算通关 经常海关人员觉得两人行机可疑 因此向前盘查并将他们带回征讯 移民署调查发现这两名偷渡的高中生 假借要来台转机前往泰国 但其实却企图偷渡到关岛 打算在美国打工就学 我们研判这是人者集团 利用未成年的侄女前往香港 前往关岛的一个例子 因为这些未成年的男女 他前往关岛的时候 美国方面会比较容易给予居留钱 或者可以屁股 移民署将进一步调查 背后是否有人蛇集团的操弄 专门提供假护照和身份证 而这两名青少年也已经被遣返回香港 追选我皇族 哈林玉姿 桃园采访报答